舞台劇薄到盡 梁小冰日日要練功 日前 余帽姐梁小冰 和高登巴打最愛的老婚寶寶 齊齊出席舞台劇宣傳活動 而梁小冰一說到 舞台劇排練的進度時 就馬上說 其實我這兩三年 每年都會演一至兩套的舞台劇 其實我產量不多 這次第二次和高智鑫先生合作 去年是彩色青春的Google 都在屯門大會堂演出 只是演四場 去年很好 四場都爆滿了 所以今年繼續我們懷舊歌舞劇 今年就叫做 什麼 我想一下 這個名字很長 神勇 雷殺手 決戰 霹靂 黑玫瑰 真的很長 今年我也是飾演寶珠 特別有個身份 我是女殺手 至於誰是黑玫瑰呢 因為我們是一個偵探懸疑的高舞劇 所以大家入場就可以猜猜 誰是黑玫瑰 你是什麼人做的 我覺得演高山的舞台劇 都有一定的難度 除了唱歌 跳舞演戲 因為我懂演女殺手 所以懂武功的 還要懂輕功的 所以我覺得是 怎麼說 自己要訓練 現在每天高山都會找一個唱歌老師 每天都要聲樂的訓練 又請了一個舞蹈老師 又教我跳舞 而且特別請了一個 叫做武術指導來教我武功 所以這段時間我都會一天練功 挺多的 這段時間我申打打的